你好泡泡 突如其来的危机 让大家都好慌张 徽章再发光 紧急事件发生了 但幸好有泡泡防卫队 他们会在危险发生的时候 挺身而出 我们的城市小小的 却可以知道好远地方的事情 因为有人负责记录 并告诉大家 我想知道更多事 也想跟大家分享 走吧!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 莎莎最喜欢分享有趣的事情 她总会跑第一个 亲眼看看发生什么事 并用摄影机记录下来 用麦克风说给大家听 无止境的好奇心 是她最强大的超能力 莎莎第一个发现敌人 她赶紧用摄影机转播 把危险告诉所有人 这怪物好巨大 它身上凹凹凸凸的 不好了 我们需要更多力量 我来了 怪物别乱跑 大家都长得高大又帅气 但我要让大家知道 原来我很小 也可以成为很厉害的人 小河梨的坚强毅力 能让她克服所有困难 我会成为泡泡防卫队的医员 职业 消防员 装备 水管 灭火器 不要看河梨小小的 但她能跑得又快又远 维护安全都靠她 她天不怕 你不怕 最不怕辛苦和困难 最难的训练都可以克服 跑步 游泳 样样行 突然 一阵烟雾 听着大家什么都看不到 原来怪物释放毒气 会让人变得虚弱 你们没事吧 清理伤口后 贴上创可贴 可以保护伤口 要好好照顾身体 谢谢你 被帮助的感觉真温暖 我也要帮助其他人 最重要的是 她有一颗关怀他人的心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快乐 舒服一点的吗 谢谢你 好多了 糟糟糕 纱布和药剂不够了 我们需要更多资源 东西送来了 东西送来了 帕克 帕克知道 他传递的不只是物品 还有人们的爱 职业 职业 物流师 装备 运输工具 AI系统 机器人 帕克擅长电脑和规划 他负责在后方联系 知道大家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 计算最近的路线 把补给品送到大家手上 人人都说他是最贴心的小帮手 崩溃帕克 我们恢复体力了 我们要拖住时间 等到秘密武器来 但怪物真难缠 别担心 我们做得到 继续加油 有点了 我就出能打败他的药水了 豪德手上的药水 就是泡泡防卫队的秘密武器 我要用科学拯救世界 根据计算 先加一点这个 再加一点那个 好吧 至少我发现一种不能当解药的原料 科学就是要不断尝试 但是 再试一次 一定可以 职业 科學可以讓世界進步 我成功了 你終於來了 現在只差最後一步 對,只要想辦法讓怪物喝下去就行了 太好了 知道了,接下來是我的工作 走走 這裡交給我們,愛心師要繼續往前 好 嘿,大家伙,看這裡 接招吧 席捲全球的病毒 對人們生活造成很大影響 但所幸,有各種職業的合作 很快的,我們將會讓生活再次步入正軌 就是我們更加他的陰影 はい,我們要做的事情 在天派對公平是全球